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白露和张灵鹤不顾经纪公司的劝阻 还是选择了在一起 网民普遍认为 白露和张灵鹤的恋情是经纪公司禁止的 不仅仅是白静廷和宋毅 还有徐凯、张灵鹤和白露 也是被爆出超越普通搭档的独特关系的热辣情侣 今年7月拍完《你安你梦》后 白露和张灵鹤被爆出从今年7月开始交往 很长一段时间 两人都没有证实 也没有否认传闻 就连白露也被发现半夜跑到张灵鹤的公寓 如果这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似乎超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水平 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在《秋生女社》之后 白露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成为一名漂亮的网络模特 并得到了余政的帮助 结果 他的人气迅速攀升 这位女演员无法维持稳定的粉丝群 而且他没有任何表演能力 至于张灵鹤 演员只是因出演该剧而获得认可 该剧于今年年中首次亮相 他们约会的事实 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极为有害 因为他们是新歌手 尚未拥有大量粉丝 如果两位明星决定在现阶段公开恋情 极有可能会失去各自的大量粉丝群体 因此各种传言称经纪公司试图推动白露和张灵鹤分手 但没有成功 最终 该公司没有就此时发表评论 也没有发表正式声明 经纪公司试图禁止白露与张灵鹤的恋情 但没有成功 因此 他们保持沉默 没有正式披露 据信 除了张灵鹤之外 白露过去至少与另外两名演员有过交往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这两个人的身份都没有向更广泛的公众公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